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现在我们来做vention d35个换例 也是 连续前面34个quacy linear Programming这一个 就是准性性规划,那不是真的是性性规划 但是用run数据打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working area,就是工作区域 就是x在0到这个1.5之间 y是0到1.6之间,然后有一个 写的这个1.2x 加2y小于3.5,这是 细数都可以改的 不过 电脑模拟总要给一个实际的数据 那我们的目标函数是 z.ax 平方下bx 平方下c 那目前a跟b都等于,那c先设为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他用这个suffer的立体图画出来会是这样 那这是宣传的结果 那我们必须在这边去找 如果我们是找最大的 那应该是可能落在 这一点之间 那因为找最佳化,其实我们都不希望只有单纯一点,那太危险了 所以我们是一个range,这一点类似 统计的competence interval 区域 现在区域 那这一个就是它的产生 Working Area的一个algorithm Winsim的一个图的 层次设计的方式 那这个是对这个 Quacy Linear Pongramium 作为这个 Ubject这个方形 目标函数 这个例就是我们目标函数 然后 差一个这个mix 这样 比较方便去找它 我们可以 拖曳它 因为在这个软体就有这种方便 那这个目标函数就是这样 Ax 平方下 Bx 平方下 xy 那刚才我们看前面就是在这边进来 那a 点 1,b 点 1,c 点 0 预设是这样 那这是其中一个K值的幻例 这是另外一个K值的幻例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跑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方式 我们看一下 这个tation 这边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tation 产生的这个方式 1.2乘以2 乘以2 tation 就是1.5 那这个是好像是1.6 把继承 Ys 1.6 然后就打入 到这个uniform里面 这个uniform的指令 OK 那我们看下一个view 那这个就是它ubject方限 OK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出来 c就等于0 那这个a跟b都等于1 一定可以看得出来 OK 然后我们这边 猜想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我们先给它一个 2.7好了 这个equation 当然是 求最大化 那这个maxz3到时候就有个好处 就可以 在这个拉 那这个maxz3就是等于这个清澈的点 就 很好用 这是 拉的这个点 这个结果 可以去调 OK 因为我们同时看 x跟y这两个 然后就可以看到散布的情况 然后直接 coing到我们要的 那这样这个在清澈区间 就可以 去用 用 OK 开始 开始 这边有秀过 这1.5 可以这边去改 可以去改 计算的速度 计算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你也可以改这个 也就是0.2 那就 就比较少一点 0.3 那就更好 用从这边产生的 但是console你也可以改 3.5 3.0 有的都可以 好 这样弄完之后 我们看下一个 这样弄完之后 我们看下一个 那console 目前是这样的 那你一样这边可以去改 那 因为我们现在求最大的 gast 现在就很容易找到 剩下的 几点 那我们看下一个 图 那就可以看到 这就是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 这边就可以很容易 看得出来 那y是靠近 1.6 这一带 都有蛮不错的 结果 然后 x 0.8 所以你到时候找的 1.6跟0.8之间的 就可能是 这个换为 内的 那我们接下来 来乱搞一下 那我们这个 这个 因为这个参数都在这里 就 结合 如果是改成这个 到底的话 因为这个 a等于0 0.0 这边就可以 看得到 那我们这边可以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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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低 这 这一个 这一带都是 那 这也拿 这个 可以发现这个 很惨 那你也可以 还这个 是吗 就是 那 这样 这样也可以去 none 那 当然你也可以搞过 那这样子 也可以看得出来 真的是 很快又方便 所以这每个 系数参数 这样一条 它的 Range 就很容易的 被我们找出来 这样子 这个 虽然 虽然 就是 线性 规划 那这个对于 实际上 我们找目标函数的 最佳化是非常好用的 有vencing这种工具 那就可以了 这一个的 说明跟展示 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 没想到 来 投资 对 老婆 is 我 争 这